老大我给你一期新的挑战 哎呦这有那么好笑吗这个电视 怎么挑战孟马过来 给你一个垃圾桶 在不套袋的情况下 你把它装满 啊这傻子也知道 这还没那么多空了 怎么可能装满 所以说这才叫挑战吗 以你的智商绝对能够完成的 有什么奖励吗 还没开始挑战了就要奖励 你要先试试再说吧好不好 等你想到办法了再跟我谈条件 这么简单吗 给我再给我一个垃圾桶 给 哎这这不是双红空隆吗 那我们家只有这种带空隆的垃圾桶 那我先言你我不用了 这是什么玩意啊 哦我知道了 只要我开了水中筒的速度更快 它一定能装满 那咱们先去试一下 走 老大你就直接这么装呀 啊 你就这么装的话它肯定装不满呀 你看它装到那有空隆的地方 它不就漏掉了吗 别笑 你用手组织也不行呀 嗯 那我用胶带直接把它抢上一面不就行了吗 胶带一遇水它不就是不粘了吗 哦对 你还得想其他的办法 里面不能套袋啊 嗯 那那那在外面套一层袋啊 那里面不能套外面肯定也不能套呀 谁说的是是 你不能套袋子人家套袋子就不敢啊 这这肯定能成功 对 你就算让弟弟来弟弟也知道 只有套上垃圾在 才能装满水 哎呀 哼哼 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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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这个傻子 你这样端着不累呀 你不会放到地下吗 这样快呀 嗯 它放水的速度和你端着放下 有什么区别吗 嘿嘿嘿 说的好像很套的 那你先跟我说有什么奖励吧 一头要奖励 你先晚上再说吧 你看你这 哎 这要装满吗 你看 这这这水不都露到袋子里面了吗 别忘别忘 没弄好了 老大 你先提起来看看行不行 行 哎 哎 你看你这袋子马上都要露了啊 你看不行吗 你看这垃圾桶里面才这么多 这个水都跑到袋子里面了 这样肯定不算 算 肯定不算 算 你们觉得我这样算不算 肯定不算 你看 哎 这垃圾桶是在上面飘着的 水都跑到垃圾袋里面了 你再想一个别的办法 妈妈 你先说有什么奖励吧 让我好有点动力 呃 奖励你国庆节放假的时候 咱们去超市 一分钟不限时 随便你来 啊 哇 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这么快啊 啊 啊 行 你想到什么办法了 你先看看吧 啊行 还卖个关子 呵呵 你怎么又拿了一个大桶过来呀 你要洗澡吗 呵呵 你说的 不能外面套戴子 不能里面套戴子 还不能里面套桶 那外面套桶走行了吧 对 外面套桶 那个桶那么小 这个桶这么大 怎么套桶 哎 等我做出来 你再看不就行了吗 啊 行 那你见证一下奇迹 看什么 千万不要眨眼 过来过来过来 看 咦 满了吧 哇 塞 真的满了呀 我多聪明 心服口服 这个算这个算 哎 你怎么突然就想到这个办法了 哎呀 实话告诉你吧 我两个月前都知道了 你不会让我摆过这个 啊 怪不得的 我要 我要是早点 我要是早点 我要是 高兴的甩头条了 我要是早点做出来 又没想定呀 靠着我 我多聪明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我这样做算不算成功 你们还有没有比我更好的方法 让这个垃圾桶灌满水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哟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拜拜 大家还有更好的办法成功吗